不可能 打赌就打赌 你一定会输的 我有事 先不说了 好了 好了 先这样吧 拜拜 打什么赌 果果 她说你妈 会跟孙茜她婆婆那样 没收你工资 根本就不可能 就是 我就说嘛 你妈就算是再爱钱 也看不上你那点工资 对吧 小俊 小俊 妈 快 好 快 快 快 这个陈子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菜啊 今天太牛了 碰见超市啊 促销 买一百反五十 一切都买了 可是买这么多 也吃不完呀 坐坐坐 你们呀 还是太年轻了 所以呢 妈妈想了好久了 以后这样 我呢 帮你们统一规划生活 这个月开始 你们两位的工资上奖 上奖 我也伦乐去孙茜那样了 可可 你在说什么呢 你嫁给我儿子 你嫁给我儿子 嫁到我们离家 怎么能叫伦乐呀 不不 妈 那个 我老婆她的意思就是说呢 现在我工资也不高 就那么一点 就别上交了 是啊 妈 孙茜她老公的工资 上交给她妈呢 是因为孙茜她老公的工资 没有比孙茜高 所以呢 上交一个人就够用了 可是我跟小俊 你才这么点钱 而且我们的工资 还要交房贷呢 对呀 按说呢 如果小俊一个人的工资 那肯定是有点少 是吧 那要加上可可你的呢 再一起规划 应该够用了 什么 我的工资也要上交 当然了 这是统一规划 统一使用啊 妈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你说我在结婚之前 你就给我提了那么多的要求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 多挣点钱 可是我也做到了 现在你要把我的钱都给收了 是不是有点 有点什么 有点太不近人情了 我低工资的时候不让我结婚 高工资的时候把我钱收了 我这当儿媳妇的 也太被动了 可可 这可不是没收 这叫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明白吗 是由妈妈统一帮你们规划管理 现在流行那个词叫什么 生活理财顾问 而且呢 我还不收你们的费用 钱 钱 钱 你就这条钱 你拿我们的钱给自己过瘾 什么事啊 好了 好了 这件事情啊 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了 就这样 你们呢 早点上交 我呢 早点帮你们规划 好了 别忘了啊 这个月开始 你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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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那个 你让我们 要不让我跟我老婆 先锻炼锻炼 你们俩挣的那点钱 那都是辛苦钱 怎么舍得拿那样的钱 去锻炼呢 还是交给妈妈 妈妈来帮你们妥善保管 小军啊 是你不愿意上交啊 还是可可不愿意上交 妈 你说我跟我老婆都是大人了 挣的这些工资 我们知道该怎么去花 怎么可能会大手大脚的 你不是也说了吗 这都是辛苦钱 再说了 我跟我老婆 我俩也不是这样的人啊 就是呀 妈 其实我们都知道 该节约的要节约 而且 你也不可能一辈子 都来给我们计划生活开支啊 对呀 所以啊 妈妈现在就是想让你们明白 一定要会花钱 会管钱 该花的话 不该花的一分都不花 你们想想啊 这要一个月能省十块钱的话 那一年就是多少呢 如果每个月能省一百的话 那十年是多少呢 如果一年 两年 三年 能省一万的话 那过了二十年 三十年 那又是多少呢 再加上力管力 这样下去的话 走了啊 儿子 妈 您慢点啊 老婆 你说我工资也不高 要不上交就上交了 你怎么那么没出息 不是 我觉得这事还可以再商量嘛 不商量 老公 这是主权问题 我绝对不接受丧权辱国条约 说得有那么严重吗 我 我觉得我妈她是在跟我们闹着玩呢 你看她刚才说的 像闹着玩吗 如果我们都把钱交给她了 那我拿什么钱去买面膜 拿什么钱去喝咖啡 拿什么钱喝星巴克 拿什么钱 拿什么钱去看电影 停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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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妈呢 她也不会害我们 对不对 反正就那点工资 要不我们就上交了 试一试 好不好 这输不了你这五伯的小眼神 这输不了你这五伯的小眼神 都听我的 这件事上绝对不能失落 我觉得这事吧 难 你说吧 都是一家人 就为了钱的事伤感情 一看你就没把你老公搞定 说吧 是你老公不给 还是你婆婆不让 这事 我还没跟家里人说呢 我说你害怕什么呀 这个年头 谈钱伤感情 谈感情伤钱 这是社会定律 你怕也没有用 你怕也要面对 你再这么被你婆婆欺负下去 你还不如回到旧社会呢 起码那时候的人 不用出来工作吧 你还别说 以前我觉得你说的这些 都是歪理 可现在想起来 好像又有那么一点道理 当然了 句句真理好不好 怎么说 人家找老公 都找有车有房 没爹没娘的 你倒好 找了个极品婆婆 一个顶俩 你怎么办 你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好 那咱们愿赌服输 你把这桌菜买了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那猥琐的表情 现在知道钱的重要性了吧 没有钱 这美景 这美食 哪一样能给你啊 再说说孙茜吧 茜 你和你老公 多久没出去看电影了 看电影啊 电影有什么好看的 在家看电视不是挺好的吗 再说了 我老公他也不喜欢看电影 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照顾大豆子身上了 哪有时间看电影 借口 这全都是借口 实际情况是 看电影对你们来说 已经是奢侈的行为 对吧 可可 你看见没有 你要过这种生活吗 我说果儿 你总是看到婚姻的负能量 你这样根本就没法体会 婚姻还是有正能量的 得了吧你 你看看你这身的一摊货 加一块都不够两百五 你跟我扯什么正能量呢 老婆啊 你发什么呆呢 老婆啊 你发什么呆呢 趁着我妈没有把咱俩口袋 摸干净的时候 赶紧多看两场电影 走 不想看了 不想看了 不是说你想看电影的吗 电影票那么贵 我们团购又没成功 两个人加起来要一百多块钱 还是算了 你什么时候学会过日子了 自从要想到给你妈交工资 我天天都做噩梦 你说以前我没挣这么多的时候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玩什么玩什么 现在 吃也没得吃 穿也没得穿 你说我们这都是为什么 为了买房呗 你说如果不是买房的话 咱俩就不会有那么多花销了 结婚以后 住你爸那儿也行 住我妈那儿也行 这一个月 咱俩就能省下好几千来 你说这结婚以后 日子 票子 房子 都得要 我什么都不想要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回家 你看看你们记得这个账啊 这满指都是数字 密密麻麻的 乱七八糟的 生活怎么能这样呢 要分类 做什么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这可是一门学问 妈 你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就像我们护士站呢 对吧 什么东西都要分类 清洁用的 手术用的 急用的 不急用的 分得清清楚楚 对了 小俊 你告诉妈妈 生活中 什么是最重要的呀 钱 答对了 就知道你最在乎钱 妈 那您说 除了钱 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房子 那不还是钱吗 说房子呢 我们要不是为了买房子呀 我跟我老婆这生活 过得可舒服着呢 对了 这样好不好 你们两个人 搬到我这儿来住 正好 我还有空着的房子 是吧 把你们两个人的房子 租出去 还能挣一笔 不用了吧 我们都长大了 而且都已经结婚了 该独立了 怎么独立 说得轻巧 你们连饭都不会做 要独立的话 就得饿死 这饭是你要做的呀 这些事 也是您也要安排的呀 又不是我们提出来的 怎么了 还怪我了是吗 我跟你说啊 我只是想帮助你们 度过这个新婚的发热期 让你们学会独立 还不是好歹了 谁不知好歹了 那你告诉我 什么是好 什么是歹 什么都得听你的就是好 这什么事儿都得听你的 我们根本就不是 沉藏在一个年代的人 你要给我们的 未必就是我们想要的呀 可可 这可可的脾气还挺大的呀 像他爸爸 妈 您 您千万别生气啊 我才不会和他一般见识呢 那妈 我就先走了 去吧 去吧 对呀 就不应该让他们买这个房 是吧 他住在我这儿 那不都得听我的 我也好管他们了 我就是这样的 我已经想要了 我已经想要了 那我们想要了 我还想要了